我們現在來講解這個八字的解說 八字的解說編輯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進入到這個命盤之後 我們分析一個八字的解說 這個分析出來的解說 我們這邊有個項目可以自己去勾選 需要的這個項目 這邊可以設定這個流年的範圍 我們從這邊點分析 他所分析好的他會開在這裡 這個解說的頁面 這邊所顯示的是這個分析出來的解說 那要如何做修改呢 我們修改的話有幾種方式 你要修改他一定要進入到這個撰寫 他才能夠做這個解說的修改 那解說的修改當然撰寫 他一定要是實用版以上 他才有提供這個撰寫的功能 那這邊的話他是沒有辦法做修改 他只能夠讓你看 然後能夠列印 那我們現在介紹這個修改的一個方式 我們現在點這個撰寫進來 撰寫進來之後我們看到這個 他是一個程式編傳的一個功能 那一樣我們點這個分析 好一樣有這些這個解說的項目 好那我們現在一樣分析好的解說 跟剛才那邊開另外那個解說頁的內容 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們要修改的時候 我們要按這個左下角的這個編輯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編輯這裡面的解說 好在這邊可以加字 好那我這邊加好字之後 記住一定要按回這個瀏覽 他才有這個列印的功能 好那我們一樣把它這個捲下來看 好這邊我剛才設定好的這個資料 好他已經在這裡那我就直接看 可以按這個列印 好那我所改的資料 好他就在這個解說內容裡面 那這邊由左下角這邊修改的 編輯修改的 他只是暫時性的 好只是暫時性的一個解說編輯 等到下一次的這個分析 好我們再按一次分析的話 剛才所改的資料他他會清掉 他會不存在 好那你如果 如果需要改一個固定永久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藉由這個解說編輯的功能 好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是只是臨時的修改 是從左下角這個地方來做編輯 好就是說你可能這個解說裡面某一些字 你不需要我們可以把它做一些刪除 或者是增加 好譬如說這一段解說不要 好我們可以把它刪除掉 好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修改好的這個資料把它整份印出來 好不過在下一次解說分析的時候 這些資料將會 將會不存在 沒有辦法存檔 好那我們 我們如果要寫固定的話 永久性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功能 這邊有一個分析解說同時顯示判斷式的功能 這個功能最主要他是可以很快速的 所引出這個對應的解說程式 我們把這個打勾 好再點這個解說分析 好我們把這個勾打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每一個解說前面 他都會有都會有個判斷式的一個一個項目 好他這邊會寫說這一段解說怎麼來的 是因為生日乾是丙 所以說會有這一段解說 好那我可以直接點這個編輯 好他直接鎖引到這一個 命理程式 好他對應的這個這個解說 那我從這邊所建入的這個 這個資料內容 他是永久性的一個存檔 也就是說我要把這個資料擴充 就把它擴充在這裡 所以將來只要有生日 碰到這個生日乾是丙的 我所增加的這些解說 全部都會顯示出來 好他會幫你做一個儲存記憶的功能 好那我現在這邊把它加入這個解說之後 我再把它重新分析一次 好那我所加入的解說他就在這裡 即使我關機下次再開的時候 我再重算解說這個解說還是存在 好他不會不見 好那當你要 你要把這個解說印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這個解說分析這個功能 勾取消 正式要列印的時候 要把這個勾取消 他才不會顯示出這個前面這一段資料出來 好那我們再按這個分析 好那我們剛才所加入的資料他就在這裡 好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直接從這個程式列表裡面 好直接直接來修改這個命理程式裡面的內容 好那藉由這個功能他是方便的 好這個命理程式不熟的 可以很快速的索引到對應的這個解說 好當然直接從這裡修改也可以 好把這個直接從這裡改 改掉也可以 好這是命理程式這個邊轉的 還有修改的一個功能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 完全音樂 很明瞧 好 我覺得